有業者選擇沒有蛋來停業 也有業者選擇你民眾要吃的 可以自己帶 這是台南油間炒飯的專賣店 因為雞蛋也很難叫貨 所以直接貼公告說 如果你自備雞蛋 我就幫你炒飯摺五塊錢 但民眾反倒覺得 摺五塊也太少了吧 現在五塊的蛋要哪裡買 結果老闆再一次貼出公告 說自備雞蛋可以摺十塊錢 煎台油熱好之後 打上一顆說來樸實 近來卻十足奢華的雞蛋 放上火腿白飯 老闆鐵板雙手開工 一道粒粒分明 油亮鹹香的炒飯就大功告成 台南北區這間炒飯專賣店 老闆籃子裡的雞蛋越來越少 但沒加蛋的炒飯總說不過去 不如就這樣做吧 店裡小黑板告示 用你自己的蛋就幫你折五元 這個告示也在臉書社團上引起迴響 但大家反而找出了不合邏輯的地方 現在哪裡買得到五元雞蛋 自己帶根本不划算 倒不如這雞蛋還是讓老闆來家吧 果然罰人問津 一個自備雞蛋的顧客都沒有 趕緊更換告示 自備蛋就折十塊錢 似乎對比目前民眾通路上買到的蛋價合理多了 都會自己帶 你覺得老闆這種選擇好不好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蠻好的 蛋價攀升 產地交貨困難 用量大的餐飲業者只能想方設法應對 還有民眾到墾丁南灣一間麵攤 點了大滷麵 吃著吃著總覺得哪裡怪怪 好像少了點什麼 恰好聽見老闆娘跟其他客人聊天 老闆娘就說最近都叫不到雞蛋 所幸這個蛋花就不加了 如今的缺蛋黃也讓民眾體認到 這平凡不過的食材是如此重要 記者楊華台南報導